我们特别的热情 好多观众可能对我们三个人不太熟悉 那您给介绍一下 我叫郭麒麟 站在桌子那边的呢 也不是外人 前段时间啊 我父亲刚刚收的爱图 入了我们德云社家谱的 O.D 我们三个人当中呢 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 不是特别深 所以呢就没有必要再介绍了 那不更陌生了吗 说一说您 可以介绍一下 严格祥 我的好搭档 是 说实在话 我们哥仨站在一块啊 谁跟谁关系最好 您说 他们俩人 您说我跟O.D.老师 对 没事经常一块出去玩去 对对对 认识的很早 结伴一块到那个洗浴中心 这怎么了 我们洗澡爱干净 做什么呀 上那泡澡去 俩人脱光了 一下池子 洗得挺开心 聊得也更开心 是 聊着聊着把时间就忘记了 哦 抬头一看苗优 夜里四点半了 哎呦 赶紧走回家吧 嗯 到这更衣室要换衣服 到那一瞧坏了 嗯 衣服丢了 哎 这洗浴中心还丢衣服 那怎么办呀 啊 得回家呀 就是 颜阳阳祥 出一主意 哦 欧帝 我们家呀 就住这洗浴中心对过 你说大晚上四点半啊 街上也没人 要不咱跑过去吧 四点钟我跟欧帝 我们光着屁股跑回去 那你昨天 那就等六点卖早点的出来 那不给他们看啊 好 对不对啊 走吧 俩人拉手一出来 嗯 走到大街上 新鲜 嗯 头一回哈 不是 这就快点吧 哎哎哎 不是这干嘛呢 等红灯的 哎走吧 人家欧帝老师 真是第一次 首秀 首秀呀 现在首秀 哎 麒麟 我觉得这样好了 咱们 你看 我第一次首秀 反应这么好 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声奇才啊 你不觉得吗 人家练三年才能出来说 我练了三天 我就出来说了 巡演吧 跟你爸爸说一声 德云社巡演 Let's go 师哥 怎么样 我们这儿啊 不适合你 不会啊 真的 我们这妙小容不了 人这尊大佛 没事 妙小灵就行了 不是 我跟你说 那些我都玩过了 电影我也拍过了 主持节目也不少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哎师兄 什么事 你啊 哎我 你没看出来 人家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人不愿让你 上我们那儿说下事 为什么呢 我那么疼怠啊 你知道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入了家谱 咱俩是师兄弟啊 是啊 他是烫头那门的 他是 他是烫头那门的 是烫头那门的 是烫头那门的 是烫头那门的